今代末年 袁一山先生及一代文宗袁浩问 为了避乱 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这儿有一座古庙 天已经黑了 于是袁浩问就睡在古庙里 打算等天亮再去别的地方 大概过了一更 袁浩问听到庙的房顶似乎有声音 好像是人发出的声音 袁浩问觉得稀奇 仔细倾听 果然是人的声音 说话还很亲切 只听那个人问道 先生博学强技 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了 现在 我想请教一番 请先生一一作答 如何 袁浩问谦虚的说 我虽然才书学浅 但是世上的精识子集 也都看过不少 你问吧我 我试着来回答你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陈浸南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于是房顶上的人先问了 《书经》 又问了《诗经》 《春秋》 《书经》 后面又问了《四书》 《汉唐之记》的《奇文艺诗》等 很多东西都是前人著作中没说过的 但是袁浩问都一一回答了 还做了分析 说了自己的见解 说了自己的见解等 那个人听完之后 甚是佩服 由衷地赞叹一句 先生真是大财啊 可惜生不逢时 袁浩问笑了笑 又谦虚待过了 就这样 两人一个问一个答 聊了大半天 那个人忽然话题一转 问道 先生 你这会儿应该饿了吧 袁浩问点了点头 说 确实饿了 可是我也没带干粮 饿了又能怎么办呢 那个人说 学生为先生准备一下 我再弄点被子来 希望先生不要有所怀疑 更不要拒绝我 袁浩问问心无愧 说 我虽然和你不认识 也没见过面 不知道你是人是鬼 但是你既然能问我问题 又没有害我 还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会怀疑你呢 那个人似乎很高兴 说 那么 麻烦先生出去一下 等会儿再进来 我去准备一下 马上就可以了 袁浩问也没多问 起来后到古庙外 待了一会儿 天已经快要亮了 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袁浩问进来了 只见里面不仅点上了灯火 还有了皮毯子铺在地上 上面还有小按机 放着饭食 此时 袁浩问忽然有些惭愧 觉得无缘无故吃人家东西 有点不太好 也担心对方对自己不利 转念一想 自己与他探讨交流 也算有功劳 再说这荒山野岭 他要是害自己 早就可以动手了 何苦等到现在 想明白之后 袁浩问不再多想 大方地吃完了饭菜 然后就睡觉了 天亮以后 袁浩问收拾了一下 准备出发 那个声音又说 先生 你现在不能贸然出去 等学生先去查看一番 确定安全了你再走 说完 房顶那个人就没声音了 看来是出去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 房顶又传来了声音 外面打得很厉害 到处都是兵马战乱 先生如果现在出去 绝对难逃一死 不如在这里住下来 等后面再看看情况 确定没问题了 先生再出去吧 袁浩问一听 觉得也只能如此了 就在古庙里住了下来 每天 吃穿住用所需要的东西 都是那个人送来的 只是 袁浩问从来没看到他 过了好几天 袁浩问待不住了 坚持要出去 那个人又说出去打探 过了会儿他回来 说 先是可以出门了 再是 你只能去东方 因为其他几个方向都不安全 袁浩问听到后 说 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些 我无以为报 不过 这几天我和你相处还不错 觉得就像是故人一样 今天 我要离开了 你也该让我知道 你是谁了吧 你姓什么 叫什么 家住哪里呀 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那个声音说 先生 实不相瞒 学生不是人啊 因为看到先生遭难 所以特意来保护先生 如果先生一定要看我 那就让我多送你一段路程 到时候选择一个有窗户的地方 等到月亮出来 咱们在夜里相见 那时候你就能看到我 我们也就可以分别了 袁浩问觉得很奇怪 但还是答应了 听说对方不是人 他还是有些害怕 不过觉得对方不是坏人 对自己也特别好 还是放下了心 于是 两人开始出门 袁浩问还是看不到他 只觉得他就在自己身边 每天 那个声音都会跟袁浩问说 某处发生了什么 某处安全 某处不安全 战乱如何 哪里有路 通往哪里等等 袁浩问 有了这个朋友的帮助 得以安全出行 一路上他都避开了战乱 他心中也很感激这个朋友 一天晚上 两人找了个地方休息 夜半的时候 月色明亮 袁浩问贴着窗户 猛然想起来 那个人说的话 果然 那个声音说 前途已经安全了 先生再出行可以无忧了 我护送到这里就可以了 不能再送先生了 现在我与先生告别 说完后 那个人不见了 听动静视出去了 袁浩问赶紧趴在窗户看外面 只见一头老虎 从头到尾一丈有余 在月光下 身上的斑纹都看得很清楚 那头猛虎走了几步 忽然停了下来 转头看着窗户 看着袁浩问 然后翩翩起舞 又拜了拜 向远处走去 很快消失不见了 原来 这几日相处 又自称学生的人 居然是一只斑斓猛虎 袁浩问想不起来了 其实这头老虎之所以愿意帮他 完全是为了报二十年前的恩 二十年前 袁浩问还是个青年 有一回他与朋友出外玩耍 来到一处山林中 寻找灵感 因尸作父 巧了 几个人看到猎人在打猎 四个猎人得了府衙的命令 去山中猎虎 因为山中有一只猛虎 频繁伤人甚至吃人 许多人报官 于是官府派猎虎到山中捕杀老虎 这一次 猎人们用药剑射中猛虎 这才杀了猛虎 猛虎被杀后 他的洞穴里 还有两只小老虎 刚刚长大 猎虎们杀了猛虎 还到洞穴里找到了小老虎 并想杀掉 但是袁浩问制止了他们 说道 伤人吃人 袁兄是母老虎 跟小老虎没有关系 母老虎已经被杀 又何必牵连小老虎呢 何况小老虎也不大 留他们自生自灭吧 这山林需要百兽之王来管理啊 猎虎们觉得有道理 就放过了小老虎 那两只小老虎 也因此躲过一劫 两只小老虎看了看袁浩问 然后跑了 其中一只幸存了下来 成为了百兽之王 他一直记得袁浩问的恩德 至死不忘 因此魂灵不灭 正好袁浩问躲避战乱 来到了当年猎虎的山林 老虎魂灵还在 所以才会说人话 并送上美食 且一直保护 若没有老虎 恐怕袁浩问 就算能躲过冰乱 也躲不过山中的猛兽 也正是因为老虎在 所以百兽不敢靠近 袁浩问大概也想不到 为何山林中有古庙 却没有野兽敢来吃它 这一切都多亏了老虎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哦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你 哦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观看